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戏纸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小主播图友国 为了因应全球气候变迁 戏纸区公所办理112年度防灾公园演练 有关天下有线电视主办的戏纸小小主播营活动 这次来的是青山国中小的学生 一开始先进行媒体试读之后 接着就带着小朋友们进到摄影棚 第一次来都觉得兴起有趣 都真的在摄影机前面体验虚拟摄影棚 接着小小主播们就依序上场 青山活动小参加梦想家电话 迈入历史年头 每年师生们都会一起创作艺术大偶 今年也无例外 我蛮喜欢这样的活动的 因为我觉得当小小主播 原可以上电视 然后就是进入摄影棚的时候 觉得四周都绿绿的 然后坐上去的时候就感觉有点紧张 不过蛮好玩的 算在家里练了几次 但是真的坐上主播台 面对摄影机还是难免紧张 不过表现超水准 小朋友说很喜欢当主播 可以上电视 对于自己的表现也很满意 我喜欢小小主播的活动 因为可以坐到上电视的摄影棚里面 我觉得很神奇 因为我有实力可以坐到上面 很紧张 你觉得自己的表现呢? 很棒 非常感谢观天下有线电视 让我们青山的小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学习到了解主播是如何进行拍摄 以及主播是如何进行播报的 让小朋友们也能够体会到主播的辛苦 非常感谢青山国中小 来参加我们观天下小小主播夜 今天特别准备了媒体试读的课程 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假新闻 而且最主要是让他们尝试做一下子的一个小主播 他们真的是非常紧张又非常兴奋 让孩子们有多元学习的机会 体验当小小主播 小朋友带着紧张又兴奋的心情参加 也都很顺利地完成当天的小小主播任务 这场惠林细子采访报道